女人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被困在一座迷宫里 这里全是土墙房间全都上了锁 灯光忽明忽暗 她什么有用信息都找不到 只有一个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迷宫小方款 她只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这上面 尝试着解开了第一面迷宫 一道门锁开了 她寻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推门一看 并没有逃生的路 倒是地上放着一个汉堡 又饿又累的女人顾不上有没有毒药 直接拿起来狼吞虎咽地吃完 然后她迫不及待解第二面 这次她得到的是一张干净整洁的床铺 此刻她意识到只有解开迷宫才能获得奖励 却发现难度在不断升级 她尝试多种方法却迟迟解不开 时间慢慢过去 情绪逐渐暴躁再加上口渴难耐 于是她决定再去迷宫里找找别的东西 她走了很久很久 才找到一个不怎么干净的马桶 此时的她咳的感觉血管都干了 尊严还是死亡在她心中打架 最终她选择了喝下马桶水活下去 可喝完之后她又为自己的妥协不吃 迷宫小方块丢掉 可很快她就后悔了 因为这是她目前唯一的出路 她一边捡回来一边疯狂道歉 生怕囚禁她的人连这也不给她 她沉下心终于解开了第三面 这一次她的面前出现了一瓶纯净水 从这以后她就发现 只要破解方块上的迷宫 她就可以得到一切她需要的东西 甚至在想是不是她解开所有迷宫 那个绑匪就能放她出去了吗 但她解到第四关就过不去了 她就这么一个人待在这里 直到这天听到一个地方传来响动 女人突然意识到这里还有别人 她发现了门上锁了 而密码就贴在门上 女人试着书上面的数字顺利把锁解开 里面有一个女孩哭得十分伤心 女人觉得她跟自己的遭遇一样 想把自己的食物和床分享给她 他们一起想办法出去 可女孩却说绑匪答应了她 只有杀了女人 她才有活下去的机会 说完她拿出刀朝女人冲过去 女人吓得急忙退出去 把门栓上落荒而逃 之后她时不时能听到那个女孩在骂她 向她索要食物喝水 女人没有理她再去看过她 还把那张写着密码的字死了 不知过去多久她闻到了一股臭闻 那时她知道自己赢了这场游戏 她安全了 洗漱后她回到房间 看到被子居然在动 她小心翼翼过去掀开被子 发现居然有只猫 女人十分高兴 从那以后猫咪成了她囚禁时间里 唯一的温暖和慰藉 但她的记忆却开始出现大片空白 时而清醒时而晕迷 等她再次醒来时发现已经身处医院 零碎混乱的记忆充斥着大毛 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绑架 都经历了怎样可怕的事情 又是怎么从迷宫里逃出来的 很快医生给了她答案 她叫沙曼山 13岁的她在上学的路上 被一个带着兔子头套的绑匪绑走 直到今天警察才把她救出来 现在她的身体里有大量强效的精神性药物 因此记忆出现了混乱 而她是专门过来帮她恢复记忆 帮助警察找到绑匪还她一个宫廷 小山不敢相信自己获救的事实 医生给了她一张照片 上面是她刚被绑架时候的样子 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 小山愣住了也终于相信了这个事实 她开始配合医生的询问 讲述了她在迷宫的所有的事情 医生一直静静地听她回忆 直到她说到那只猫咪时 她出声打断了她 让小山掀开自己的肚子看看 处于礼貌她选择了回避 小山不解答还是赵佐 却惊讶地发现她的肚子上 有一道剖腹产的疤痕 原来她记忆中唯一的温暖 不是猫咪而是她的孩子 这下女人彻底迷茫了 到底什么才是真相 而她被救回来的事 也被登上了头条新闻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正准备自杀 突然听到电视机里传来 少女沙曼山失踪15年后终于获救 老头突然放下了手中的枪 因为她是个侦探 小山的父母在她被绑以后 曾找到她花重金 求她帮忙找人 侦探答应了 她用各种方法各种渠道 花了很长时间很大精力 可知道小山的父母去世 她都没能帮他们找回小山 如今她年岁已大 还身患觉证命不久已 本想提前离开这世界 却听到了小山被找回来的消息 于是她决定在临死前帮忙查出真相 找到绑架小山的人送她伏法 而目前唯一的线索 就是发现小山的那个人 那天她从树林里露过 正好碰到晕倒在路边的小山 为了避免麻烦 她用变身器报了警以后 就离开了现场 侦探通过自己的手段找到了她 此时的男人身上全是伤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于是侦探假装自己是便衣警察 质问她是不是绑匪帮凶 不然为何匿名报警 男人只好把真相说了出来 其实她有犯罪前科不敢跟警察打交道 最主要的是那天她本想去看小山的情况 却看到了一个带兔子头罩的男人 所以她才那么害怕地逃跑了 也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 侦探听完以后陷入了沉思 虽然她无法判断男人说的是否是事实 但这的确是现在唯一的线索 接着她去到了警察局的失踪人口部 这里挂满了失踪人口的照片 整整四面墙全部都是 她直接表明自己私家侦探的身份 询问有关兔头人和兔子绑架案的信息 这里积压了无数没有结果的案件 因此工作人员很乐意告知相关信息 1983有个叫罗宾的孩子失踪三天后被找到 但他受到严重的精神创伤什么都想不起来 之后变成了一个喜欢虐杀小兔子的精神病人 后来被父母抛弃被一个农场竹林养 侦探循着这条线索找到了他的养母 提起罗宾养母的表情变得十分奇怪 他告诉侦探每一个被绑架后再找回来的孩子 都不是他原来的自己他们只想复仇 罗宾当年是被绑匪用一本邦尼兔的漫画骗走的 因此他回来后一直隐约杀兔子为乐 说完养母带着侦探去了地下室 找到了那本邦尼兔的漫画 就在侦探看得正认真的时候 养母却一拐杖把他敲晕了 等到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关在了地下室 隐约还能听到谈话声 好像在说他的身份还发生了争吵 突然一声闷响传来 侦探看见养母倒在地上已经没了呼吸 而此时那个跟养母说话的神秘人正朝地下室走来 侦探提前不好先进 将神秘人搬下楼梯后 用尽全力跑出这里 抓起桌上的车钥匙疯狂逃命 逃跑的路上他回头一次头 竟然看见那个神秘人戴着兔头罩 这下他可以确定罗宾就是绑架小山的人 于是他找到警局调查这件绑架案的负责人 把罗宾是凶手的信息说了出来 可奇怪的是他们找不到罗宾这个人 怀疑他可能是改了名字 这无疑加大了调查难度 侦探正在分析线索找到绑匪 突然他收到一封邮件 绑匪找上他的相好绑架了他 侦探急忙去到相好家救他 但已经迟了 他见到的是相好的尸体 旁边放着的尸 他从绑匪罗宾的养母家逃跑时落下的手机 这是罗宾对他的报复 侦探怅然若失 突然他听到浴室里有声音 过去一看居然是兔头人 他命令男人把头罩摘下 侦探终于见到了真凶 结果男人告诉侦探他是一名牙医 罗宾是他家的园丁 今晚绑架了他的妻子和女儿 威胁他并带他到这里 侦探叫了救护车报了警 随后和警察一起询问牙医的妻子 得知今晚绑架他们的就是兔头人 警察还通过妻子的描述画下了罗宾的画像 他的脸上有一个十分明显的胎记 侦探又回到了那个失踪档案馆 找到了这个胎记男小时候的一张合照 或许可以从旁边这个戴眼镜的小男孩身上找找线索 侦探费尽千辛万苦多方打探 才知道了这个玩伴叫保罗 等到找到保罗家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 此时侦探的心脏病突然病发 虚弱地躺在地上 此时保罗终于出现 他的脸上有明显的胎记 原来那个戴眼镜的小男孩才是罗宾 才是他一直苦苦找寻的兔头人 保罗告诉侦探他才是牙医家的园丁 罗宾找到他让把牙医一家绑架了 故意留下兔头人的线索误导侦探和警察 而他真正的目的是把逃跑的小山抓回去 病危的侦探偷偷露了音 在他被送去抢救室之后 看到女警察过来 他留下了这个关键性的证据 而此时的罗宾已经伪装成病人混进了医院 他来到了小山的房间 准备再次将他绑架回去 却发现床上躺着的是个假人 而警察从暗处走了出来 他的脸上也出现了红外线 原来警察在收到侦探的证据后 早就埋伏好在这里等着他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作恶多端的坏人迟早会受到惩罚 但那些被绑架的人受到的伤却无法愈合 小山的精神状态十分糟糕 他时常觉得自己还在迷宫 心中只想逃离这里 那次绑架留下的阴影将伴随他度过余生 尽管如此赵小山已经算幸运的 因为还有很多很多失踪的人 没有被找回来 他们可能还在继续受着折磨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小山这天接到一个外卖电话是一份披萨 他突然想起他被绑架的时候 每周二都会受到一份披萨 如今他逃出来了为何还有披萨 他害怕极了狂安护士林却没有回应 他壮着胆子走出房门 发现自己竟然还藏在迷宫里 他看到了那个医生看到了迷宫方块 还有一份报纸 真正的小山早已获救 那么他是谁 他若无其事回到房间 当医生再次过来时他记穿了他 才知道原来已经被关了一年了 之所以让他相信自己是小山 只是为了好玩 医生淡定地回答着他的提问 很明显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意识觉醒 他把这个当成一场游戏 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玩着 女警察绝望了 眼看着医生又要给他注射药物 他突然想到如果他生病是假 那他的腿也没有受伤 于是直接用打着石膏的腿打倒了医生 然后不顾一切地冲出去 拿走了房间了的迷宫地图 终于他顺着地图成功从一个下水道口逃了出来 然后立马将口锁伤 把那个恶魔永远地关在了里面 随后他打开了房门 来到了外面的世界 刺眼的阳光让他恢复了记忆 原来他是一个女警察 曾负责调查小山失踪的案件 他还有一个女儿 肚子上的疤就是生他留下的 女人终于获救 踩在雪地里回归自己的生活 但问题来了这个医生到底是谁呢 答案是一个路人 他在小山获救那天看到了这条新闻 于是他动了这个念头 变成了下一个兔头人 设计了下一个迷宫 让人怎么都逃不出去 就会逃不出去